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 砭甸炸街 砭甸炸街位于港岛中环 这条街已经成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 街道连接着山上的荷里活道 以及山下的干落道 其中皇后大道中 以及荷里活道一段 因为太直太斜 所以用一块又一块 一粒一突的石块铺成 这样做就是为了方便行人上落 又能够让雨水由两边流走 所以人们叫这里做石板街 那为什么这里会叫做砭甸炸街呢? 砭甸炸就是香港第一任港督 他生于1789年的外尔兰唐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中方割让了香港及于英国 但是时任英国外母大臣巴默尊分爵 认为村庇草药中的条例和于宽松 认为香港是一个鸟不山胆之地 一间房屋都建不成的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香港 很明显是英方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殖民地 而香港也都因此成为了一个外商 在亚洲发展的重要据点 好了我们回回头 因为英方觉得 签鸦片战争的义律办事不力 于是就撤缓了他 改派了砭甸炸来香港接手 砭甸炸代表 英方在1842年10月27日 在香港发出了重要告示 指香港乃鸦片抽税之河 准各国贸易 并且尊重华人习惯 而其后 签鸦片战就根据英皇制告和皇室训令 正式成为了香港首任港督 签鸦片战在香港其实都做了不少事 他先后成立了香港的行政局 定例局 即是现在的立法局 以及成立了最高法院 但是这些东西就成为了日后 香港百多年发展的重要根据 可能有人会说 假设当日上任的依然是义律 而不是布甸炸 上述提及的东西 都有可能会出现 但是大家试幻想一下 自己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英国军官 一直在英国乃至爱尔兰等地生活 无端端得到赵令 就要你去到一个当年 了不生蛋的地方生活 和工作 同时又要观治一帮言语不通的人 很明显 如果没有足够的魄力 和胆量乃至他的政治手腕 根本不会接手这份工作 所以虽然解设接手的不是布甸炸 历史不一定会改写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 佩服布甸炸爵士 有这份重要的勇气 去到今天 除了布甸炸街之外 港岛东都有布甸炸山 藍田魔鬼山的布甸炸台 小西湾的马堂鸥 英文是Protender Gap 而布甸炸街 都成为了一条很出名的石板街 成为了香港一个非常美丽 又非常有味道的打卡胜地 亦都是很多游客拍照 准身人影结婚照 摄影发笑友 拍街景的重要场地 而现在的布甸炸街两旁 都有一些摆卖小生意的车仔档 都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香港缩影 为香港这个可爱的城市 带来一些很特别的社交